好 现在大家在关注说 这次的青鸟活动 怎么好像不像以前的大长话 反而感觉上面 就是人家觉得 有点不太有逻辑 然后又有点松松散散的感受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昨天这一个画面 就是当韩国瑜宣布 这个刑法藐视国会罪三毒 场外立刻就 马上就有人在那边怒含下台 我们来看看 我们大家一起喊口好不好 下台韩国瑜 下台韩国瑜下台 没有讨论 没有讨论 没有民主 没有民主 国会被踐踏 国会被踐踏 立愿变人大 立愿变人大 对 这个活动听起来 感觉好像不太有气势 对 就感觉起来 很像那个团康那种感受 但是也有人觉得说 不顺你意就要下台 这叫做民主 我们知道民主就是 小数福同多数 我们不是最讲究民主的吗 民主台湾吗 然后结果 什么立愿变人大 什么下台 就这种感受 就是感觉松松散散的 然后再来也有高中生上台 就讲说 他们大放学词讲说 某政党 说什么在意年轻人福祉 哔哩啪啦讲了一堆 结果他骂的某政党是谁 民众党 让大家觉得好怪 我们来听一下 某一个政党口口声声说 自己在意年轻人的福祉 他们现在企图通过 所谓妙视国会罪 以后立法委员和那些大老板们 可以对抗议低薪的年轻人 抗议高物价 高通口的年轻人 所以定罪 不就想问 这是在意年轻人的福祉吗 对 不知道他要抗议谁 那他其实讲的是民众党 那是人家想说这八年 不要说这八年 民众党才刚成行 他根本还没有执政过 那怎么会去怪民众党呢 那民进党执政了八年 高通膨物价 你讲的这些罪 都应该是要先找 民进党来算账吧 怎么会先去找民众党 所以人家就看了更不懂了 那再来还有在PT上面 讲说 你们没有发现这个青鸟行动 没有领袖吗 就开趴的开趴 办丧事的办丧事 拔妹的拔妹 打手游的打手游 还有人在野餐 烤香肠煎牛排 什么处考都有 还有街坊每个人 参加的答案都不一样 完全没有中心思想 没有任何象征性的领袖 不知道这群人在做什么 所以 这青鸟行动 感觉歪掉了 歪到什么程度 歪到是不是民进党 都不太理他们了 就是被人家做成了梗图 就说 你们领语就好 哥布林 哥布林就是最近在奉执 民进党的一个词 哥布林 但是你看 就是因为 民进党的这些委员 也都没有再去看看 这些年轻人了 所以他们就用这样子 讽刺的方式说 你们去淋雨就好了 哥 就是哥哥姐姐们 不去淋雨了 就是这个意思 再来人家讲说 这个摄影现场 为什么不能喝酒呢 就是参与的活动的 年轻人讲说 在Threats上面 有一串讨论就讲说 奇怪了 为什么我们去那边 不能够喝酒放音乐 你们觉得这样的说法 你们可以接受吗 下面的人就在那边吐槽 就说时代变了 以前我们站向街头 是什么绝食静坐 现在是喝酒唱歌 你要玩就去玩 你还说什么是高尚的理想 然后还有说 你这个方式的话 要喝酒听音乐 你不会去夜店吗 为什么要去到这个地方 还有人问说 那你想要送青鸟门 一句什么话 人家讲说牛排三分熟 综合酱 非力三分熟 帮我留一个便当 所以在大家的眼中 是不是这些年轻人 有一点被民进党给利用了吗 就是去到那现场 他们其实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的主轴是什么 所以呢 你看 他们现在甚至在网路上 还有这样的一个梗 就是说 这个刚刚去家里隔壁的 面店吃面的时候 发现忘记带钱 然后就有发现 这个面店里面店 是播的是三立新闻台 可能就是比较支持率的 那吃完之后 我就在等 好不容易播到 黄国昌的新闻了 我就立刻把桌子给掀了 然后把筷子跟碗 通通撒在地上了 老板旁边的人全部都吓坏了 然后他立刻就 痛骂一声黄国昌 结果老板立刻就过来安慰他 可能老板也是支持率的 就是骂 看到你骂黄国昌 好这一餐就请你吃 好青年 然后他就说 好险我自己脑筋冻得快 但是这就是一个梗 就是说 其实反正不管怎么样 只要你是银河率的口味 那老板就会为你买单 就是变成这样一个 很奇怪的现象 再来 这个青鸟们这样的抗议 其实也是引发了非常多的一个批评声浪 就是你吵到了旁边儿童医院了 那很多家长都在抱怨 这时候刘世芳 这个新任内政部长就讲说 我们在联系主办单位 在九点之后要降低音量 但明明就有噪音管制法 为什么不开法呢 为什么还要用联系的方式 那再来他又说 也请周边的这些警局的同仁 能够劝导他们 但是呢你看看 还有这个抗议女子在呛员警 就讲说 我不能接受你们这些员警 怎么会这样对我们呢 只要党部的人不在这里 你们就这样子 原来民进党有党部的人 也在参与这一个活动 那还要讲的说 好像这个青鸟活动 跟你们没有关系 那既然连这个参与的 承抗者都知道 刘世芳你要不要直接去跟党部说 让党部告诉主办单位 或者是党部就等于主办单位 你们声音不能调小声一点 那再来你看到 这个儿童医院外头 甚至有这样子的画面 我们也来看一看 有这些这个threads上面 就有人把这个最新这种 青鸟音乐祭的影片给上传了 然后呢就说 要送蓝白剑菩萨 还在那边撒名纸 然后后来因为 引发非常多争议 这个影片就下架了 那人家讲说 你旁边是儿童医院 你这样撒名纸好吗 什么送人剑菩萨 这才是真正的地狱梗吧 因此在靠北护理师的小编 他们这个本人的threads就讲说 小编可不可以借有你的声量 帮忙把这个事情声量发出去 就是外面的抗议声 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比上次还要大 而且这边是儿童医院 所以就很多的 这种来自里面的护理人员的 一些抱怨声音 家长的抱怨声音 还有病童的这种为难 因为你看还有家长讲说 这种bass声 其实已经从儿童医院 甚至到中正义分局 通通都听得到 甚至还有人是住在旧大楼里面 他不是儿童 他同样是病人 而且他正在进行化疗 他说吵到都没有办法好好休息 你看很多网友在社群平台上面 抗议都说过了晚上十点 怎么还会有这种喇叭声呢 还有群众在唱歌 都没有办法让人好好休息 小孩子们也是没有办法好好养病 那这样子大声吵闹到底是怎么样子呢 已经引发了非常大的批评声浪 就是说这些人 你去承抗是不是有病 还是根本不是人 还有病不足以形容你们这些人 所以看起来这一个活动 已经彻底的歪掉了 提高了非常大的仇恨值 我们先来问一下龙介先怎么看 他们掌控国家 什么都是不缺的 尤其是资源 那更不缺钱 所以办什么 你不要小看这一个活动 虽然没有弄起来 但是他是有铺陈的 有设计的 然后他是准备计划在收割 太阳花的剩余价值 他能不能把它从这个 因为黄国昌他们把它当成是一个对比 那他跟当年的太阳花 现在站到国众这边来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时候 针对黄国昌攻击 然后可以把当时太阳花 整个运动的这个社会价值 把它剩余的这些全部收割进来 当然没有得到那么好的效应 为什么 你看他们在立法院里面的发源 全部都不针对议题 都针对对场外的喊话 然后这种搭配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些年轻人连 你看他民进党多厉害 刚刚讲那些年轻朋友 他的发言 你的资讯从何而来 就是民进党灌输给你的 把你塞 那包括说 你可以去调部队资料 我要跟这些年轻朋友讲 你知道你们多少爸爸妈妈 来找我们这些民意代表吗 那当年林家隆 为什么提案会有 要调部队的资料 各位再想想当年的洪中秋事件 还有那个蔡妈妈 他儿子当兵的时候 被枪打死了 然后那个枪口根本不是M16 那部队就丢一把枪 在他儿子身上 就说他是拿M16步枪自杀的 蔡邪良 对 那这整个下来 你现在很多当兵的年轻朋友 你在部队受到霸凌 受到不平等的教育 不平等的对待 那这一些 所有民意代表 没有办法去跟部队调制 那我们当过兵我知道 连队营部 连部营部 甚至于团部旅部 都有一个日记 几点几分操作什么科目 然后今天有派什么人当公差 有什么 这个每天都有记录的 他不可能给你 甚至于你被关紧闭的时候 你在紧闭室里面 做什么科目操演 都有记录 那没办法 你受了委屈 当你的家长来找我们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帮你 所以这一次才会有说 可以跟部队调资料 那你在反对什么 怎么变成他被凹成说 我跟部队调资料 那今天调了明天中午 习近平的桌上就有一份 这个你能调飞弹资料吗 你能调雷达资料 不行的 这是因为我们太多年轻人 去当兵受到霸凌 跟不平等的对待 很多家长来跟民意代表陈述 所以我们列入 将来你受了委屈 我们可以去找相关队部 来把资料拿出来 这个是为你们当兵 所受到不平等待遇的一个保护 我如果这样跟你说 我们很多年轻人告诉我 阿龙甘兄你这样说我就疼了 原来我们误解 你误解的地方还很多 真的 所以代表民进党洗脑太成功 我们来问一下后志哥 跳到高中生的讲话 你知道他完全没有 没有在关心你们在做什么 他也不知道里面到底通过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怎么可能说你一个抗议的民众 就被叫去听证调查 我跟你講 他们都在讲说今天我藐视国会 我跟你讲在外面的人 通通都没有藐视国会的资格 好不好 你要 你要不然就是政务官 有上台资格的政务官 在那边打群你才会藐视国会 要不然就是你重要到被叫来 听证调查 你在那地方做违证才会藐视国会 不好意思你们这些人 通通都没有那资格 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 你是没有资格藐视国会的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我要讲的是说 这一次的状况很多拿 民进党一直拿太阳花来比 跟太阳花其实很不太一样 因为太阳花当初第一个讲去中心化 第二个 太阳花那时候他提供 不管你赞不赞同 他那时候提出了很多的思想的辨证 包括什么公民不服从去中心化 然后那时候年轻人用他们新的科 那时候的新科技 把整个是把台湾的状况传播 到国际上面去 希望对马正恩的事件 那个那是一个划时代的东西 而且他们那时候 一群一直有人在去维持那个主轴 然后希望那东西把蓝白排除在外面 所以你绿的绿为只有开门的份 他们重新行政院的时候 那个蔡英文跟苏文昌 也只能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你不能够成为领导人 那时候其实学界的参与非常非常热烈 很多学校甚至罢课 老师同意你罢课到那现场去上课 他把它当作一堂课再上 这一次的状况你看就完全没有 你看到学界冷冷淡淡 有没有什么辨证 没有 他完全 太阳花的核心当然有抗中保台 但是他那时候弄了很多 进步架子去包装 也试着去维持那一层壳 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个进步行动 让蓝绿都给拆 这次完全没有 这次那层壳没有 就纯粹的抗中保台 就直接的去用跳跳式的逻辑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今天调一份资料 明天在习近平上面 今天立法院通过这个 明天台湾就香港话 我想说奇怪 香港是行政权独大 立法权做橡皮涂装 你现在的状况立法权变大 为什么会得知一样的结果 他这个逻辑他已经完全不解释 完全不解释 直接就是扣一个大帽子下去 就是说你们现在就是让他香港话 所以他因为他缺乏这些 思维的辨证 完全用扣帽子的方式 所以他的能量 也跟泰昌华完全不同 而且我必须要讲说 你现在看赖清德可以去讲说 你们做得很棒这件事情 那跟泰昌华完全相反 你现在就是附水组织 也是因为民进党在背后支持 才会吃那么好 喝那么好 然后才会在全省都有能力去做 一般的民众 你怎么有办法在全省同时 去做这件事情 好 来问董哥 结果我们看到这种行动 民进党只要拷贝太阳化 认为说过去很成功 把马政府给搞垮 但时空最大的不一样 是现在民进党在执政 所以这些年轻人 你所指责的 就是已经执政八年的民进党 现在第九年了 那你所有的不满 就是这个政党要负责 你说你是高中生是大学生 没有错 你再往前推八九年 还是民进党在执政 你那时候小学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 他所有的逻辑完全不通 可是这些人为什么真正有知 因为他们觉得好玩 青岛东路改成青鸟都好 逻辑就这样 但有是非有价值吗 没有 都是看人家过去好像很得意 太阳化那些人 过去好成功 人家每个领二十万 本来九万而已 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陈维庭又回来了 有谁去呼和他 他现场讲了半天 大家就想起他过去那些 不雅的行动 对不对 都很瞧不起他 原来是一个这样的人 对不对 太阳化过去被大家所举例出来 那些英雄们 那些英雄们每一个下场 不是患毒了 就有些我都讲不出来了 就是对人家毛手毛脚 被抓去坐牢的 这个真的一堆诈骗了 所以你有时候讲 你要崇拜的对象 你要把整个事情把它弄清楚 那今天 在台湾社会不是不能讲清楚 我一个朋友刘采威 他到现场去 他说 大家说没有讨论没有那个 我来沟通 结果从头到尾 不听他讲话 从头到尾怎么讲 他完全用三字经 用性别的那个 把他一直骂 从头到尾不给他讲任何一句话 你就可以知道了 这些人他根本不是真的要来说 跟你讲道理要来讨论的 不是 就像民进党在场内 他们也不是真的说 大家要坐下来沟通 他不是要跟你沟通 你只要坐下来 他就一直垄长花言 那过去他们得逞是为什么 因为后来国民党受不了了 马上就当总统立法要够办 民党用这一招 受不了 让他 让他 所以民进党就赢了 那现在国民党写通明了 因为民党就是一个病进 你说让一只活下去 他就变成百只千只百万只 就这样 他就会扩大 所以国民党现在已经不上当了 何况你们过去八年为所欲为 在立法院 你什么案子让国民党讨论过 你不是碾压吗 二毒三毒直接过吗 你在过半数的时候 你是怎么态度 然后今天自己假装说 我们要来讨论 要来协商 如果国民党在重计的话 国民党可能就要走进历史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